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也谢谢这次便宜制作来采访我们觉得想买就买在台南经营大概六年的时间 好那这边有其实我预备了一个小问题然后我们没有先把这个问题先列给这个Tommy来知道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有这个Tommy有号称这个直播界的这个人体倒数计时器 以及这个施奶杀手的称号你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得到这些称号对因为其实人体倒数计时器其实我是因为喜欢缩短时间啦 因为这些人都是毕竟走在前面的人都会比较对好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接 就是一个做法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标志现在很多遇到小朋友他们都会就开始倒数 每个人都会常听我倒数他们爸妈所以他们听到我就是开始倒数五四三二一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要进到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的这些问题喔 那首先想要问一下就是Tommy在直播的时候常会提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园区 那例如钓苏啊还是什么WANA之类的那其实对于一些新手而言他们可能不认识他们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因为新手朋友刚接触鹿角爵的时候有可能不太会知道说每次口语在贩售讲说WANA或钓鱼大叔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觉得是一个品种名称嘛 其实鹿角爵在台湾风行起来来源都是从泰国来的 所以我们当初都是从飞去泰国跟这些原子接洽然后把他们品种引进进来 所以我大概今天介绍一下用钓牌来分辨哪一家原子的植物是哪一个主理人 然后你可以大概知道说以后讲说WANA你就知道是橘色的牌子 那钓鱼大叔就是这个硬白牌这个方式那我先讲一下手上这一颗 这个就是钓鱼大叔其实蛮有名的一颗G-STIN的包紫苗那他特色就是他老婆手写 因为他通常都是我们去他每一张牌子都是他老婆用手写的 那再接下来呢这个是WANA的 其实大家现在都说爱马仕曲他其实早期说他是蓝色的牌子 那到后面的时候才换成这张橘色牌子辨识度也很高 那很好玩的是其实我们五六年前在玩鹿角爵的时候 我们都把牌子丢掉 因为觉得说我们只认我们自己的品牌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牌子就只是一个品种进来的认别而已 但后面反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这个牌子原厂的牌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当作珍贵的宝物这样子 那后面会有他的原子的名称I love friend 所以他是一个泰国大概培育算是蛮前面的一个培育家 然后是一个美女资深美少女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叫WANA 接下来是比较后期之秀 还有就是Stefan 就是我们说的亲卖那边的Stefan 他其实他混播很厉害 然后都用很白的鹿角爵士混播 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两颗就很知名 然后他早期他都是用短牌子而已 然后他前面会有一个他的原型logoStefan 所以很好辨认 这三家除了吊亚大叔是手写牌之外 其他都是用这种已经自识的有品牌的牌子 然后你看他的品种都会很多 他的有名就会捆很多种品种在上面 所以他之后进阶层长的牌子 这都他的牌子 但后面好像都用长牌了 都是Stefan的 然后都是他现在很知名的一些品系 所以这三个人我觉得 在泰国也是培育啦 焦种培育算是前五名 真的算是现在知名的前五名 所以如果是新手朋友刚进鹿角角圈 你可以慢慢看 看多的时候就说到底是谁的品种是你喜欢的 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你看这个小时候 我们都不会知道他长大会变什么样子 但是其实随着时间的演变之后 你就觉得 这个原子的主理人真的有他的两把刷子 因为长大之后大家看得到 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大家就开始会追捧 然后开始会收集他 以往系列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要顺便介绍一下 鹿角角为什么可以在植物界来讲 他可以行情跟价格 为什么可以一直跟得这么好 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很多新的产品出现 以前早期四五年前有名的有可能是爪哇圆艺种 然后后面突然变成什么白货客 飞马这种比较白毛脉络的 然后你看近几年开始出现猪乳 奥营兼高冠的东西 所以你看每一年 可能两年会有一个大周期的改变 然后改变鹿角角整个生态 然后让他一直有新的东西在市场上轮替 也是鹿角角为什么可以一直奠定 到现在蛮多人喜爱他的原因 这一颗是Wanna的云系列包子苗里面出来特选 所以他很白 把它命名为冰霜 然后他胖胖宽宽的手 你看新鞋因为大家都真的很喜欢白毛系列的 所以越白毛其实大家接受度跟收藏度 大家都会越想要拥有 这一颗也是非常珍惜的一颗 没有什么侧芽可以贩售 Forest Ice 冰霜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颗 这一颗我命名为薄金 因为女生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天花板 包包的天花板就是薄金包 那植物我觉得有一个我也想要把植物缔造成一个很稀有珍惜的感觉 所以这一颗是FSQ的包子苗也是来源自Wanna的 然后也是白胖然后他林格纹很美 所以当初把这一颗取名为薄金 他当初第一颗测芽是卖一颗20万的测芽 所以缔造出我要符合他薄金的形象 感受 所以很漂亮的一颗 所以你看背后的纹理 特殊 很像铝片敲打出来的林格纹 所以这颗也是我心头 心头肉质一 这颗薄金 这一颗是冰熊 Wanna帮我取的 因为这颗也是他的 波哥外的包子苗 所以我说为什么包子苗那么好玩的就是 他有很多种可能性 然后就很像冰熊的感觉 很美 你看每一个侧芽 跟妈妈的遗传性都一样 把很好的基因都留在身上 而且他就短短 短短胖胖白毛的是 其实是台湾真的大家都很爱的一个品种 所以这颗单价也是 蛮有价值性的一颗 冰熊 好 这一颗是细菌的症侧 Bacteria 然后它其实很可 很差一点它要离开我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手 是我放在植物灯区 再把它慢慢养回来 所以它跟我当初 收到形态完全不一样 所以可能 有别的灵魂注入它也不一定 所以录鳥觉得很好玩 有时候 不要放弃它 它会带给你另外一种可能性 这一颗 又叫波琪 取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附近有一家汉堡店 就像波琪很好吃 所以当时我们在命名这一颗的时候就觉得 突发奇想 你觉得波琪这个名字很可爱 然后它是比较中小型的 如果诸如品项 有些客人会觉得 太高单下不了手 其实波琪它这个品项是非常值得入手 我觉得很像玉女再大一点的感觉 很细致 带白毛 然后体型又不大 阳台族也是可以 拥有的一颗 波琪鹿角角 然后如果来安南去我们园子附近的话 记得 那一家汉堡波琪真的很好吃 好不好可以去试看看我说的 好感谢大家 好 接下来新手一定会常会遇到说 长侧牙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把很利的剪刀 然后柄长一点的 你比较好剪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以这一颗为主 拆侧牙的时候 我建议你 这种先不要拆 就是还没有包子叶出来的 这种年纪你可以让它再长一下 我们尽量是这种有手 有脸的大小 拆的存活率一定会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朋友 你想要学习拆牙的 建议小的先不要拆 然后剪刀 准备好 从它的根系下方 你看哪个缝隙可以进去 因为每个人的板材不一样 我们今天是不锈钢籃 我就会从后面这边开始剪 剪它后面的根系 把它剪断 你都可以试 你也不用担心 你就是 随性的先这样剪进去之后 所以为什么刀柄要长 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得到比较深的位置 那我的做法呢 我会拆完剪过下去之后 我会用手 去感受一下它的根系的位置 然后从后面开始往前推 然后你要看哪个位置比较好推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根系比较完整 也比较不会 受伤 但是你手有可能 就要出一点力 就往后推之后 其实你看它这样子 你就可以轻轻地 握住它的根系 你看 路德的根系就是这个棕色的咖啡毛 你就握住之后 稍微的往上提 然后就完成 所以其实不太难 你只要习惯拆几牙之后 你就会慢慢习惯 然后你把大的牙拆下来之后 其实你看 这其实也是一颗牙 但是因为它被这颗强势的盖住之后 它牙头就变得比较弱 它这个如果我们今天不拆的话 这颗就不会火 但是我们先把这颗大拆下来 其实这颗啊 再过两个月它又会活回来 变得很漂亮的 的一颗侧牙 所以有时候适时的书牙 把大颗拆下来 比如这种比较弱小在上面 其实对它们是好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学习上板吧 如何把这一颗鹿角爵 好好的把它绑上板 接下来的上板你一定会问Tommy说 到底需要什么器材 跟我要准备什么在手边 我先讲一下 板材啊 随性都可以 家里如果有 旧砧板啊 妈妈的旧木材 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没有限制 只是说耐用度的问题而已 鹿角爵其实真的很耐命的 然后板材准备好之后 钓鱼线 因为我们觉得钓鱼线是透明的 比较好看 那建议选呢 我会选7号或8号的钓鱼线 如果你手边都有都可以 太细容易断 太粗你不好拉 而且美观也不够漂亮 所以钓鱼线 选7跟8就可以了 然后一把很好的剪刀 我们刚才拆下剪刀 这把也可以拿来用 就主要是剪钓鱼线用而已 还有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 HB101 是一个营养剂 因为我们人要吃饭 植物也需要吃饭 然后这是不含化学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很推荐 接下来就是新手 如何判别牙头跟上板的方向 因为 一开始你一定会说 Tommy上板是不是真的很难 我看你们上很简单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鹿角角方向在哪里 我先讲一下 牙头这边 有没有看到新的地方 有一个像毛毛绿豆一样的大小 这是它的牙头 牙点 所有的营养叶包子叶 就是我们俗称的脸跟手 都是从牙头长出来的 然后我们只要判别新的手 新的牙头一定要在上面 12点钟的方向 好来接下来我们从上板的方向 已经知道12点钟方向在哪里 左右两边的营养叶对称之后 你就知道它的位置了 所以不会是这样子 你会感觉怪怪的 就是这个位置 手的斜度也是漂亮的之后 我们就先 把它做 木板的固定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不会 一开始学我都建议你不用学太困难 也不用学要绑太漂亮 我们只要 简单稳固的把它跟板子固定 所以鱼线先准备好 放在你的适合的位置 然后它先跟板材做固定 我自己会在板材的下方 大概四分之一处 或五分之一处的地方 先打死结 打一个双结的死结把它拉紧 因为鱼线比较利 所以如果你的手 比较 比较细致的 你可以拿一些东西辅助 你就不要硬拉 因为怕你手会受伤 绑好之后 它其实鱼线 就是已经连接好了 然后把这段短的部分 我会先大概剪掉一下 没关 留个两三公分就好 好这样接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50% 水苔泡好水之后 就是这样子先 放在板子上像捏一颗 馒头一样 这个大小 差不多这个方向 你可以稍微试着比一下 是OK的 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够了 我们再慢慢加就好 不用一次 要太多 你就是一点点加 然后这个形态你不用捏很紧 我们不适合 如果我觉得就是先 蓬松的 蓬松的感觉 不要把它压紧实 然后位置呢 我喜欢比较偏下面一点 因为上面留一点空 视觉感觉会比较漂亮 摆好之后呢 我们刚才神奇的这个 颗粒101 我们就撒一点上去 它不含化学 然后也不会伤根 就撒一点点像胡椒 盐巴一样 撒在这个板子后面 然后我再叠一层 薄薄的水苔 让它不要直接接触这个颗粒 让它慢慢 发展好根系之后 再碰到101颗粒肥 好 接下来最重要就是把植物 放上去 然后再看有没有空隙 比如说植物放上去 有些地方觉得 怎么有点空空的 你就可以补一点水苔 把这个形态 圆形的弧度做漂亮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 不用管漂亮不漂亮 你也可以直接 绑起来也是可行的 但身为我们这个专业的 一定要把形态也要顾好 然后你一边顾的时候 我一定一只手会顾着植物 因为你不碰它有时候植物会乱倒 所以我一只手会碰着它 然后一只手去做调整的动作 把这些水苔不要浪费 填好 然后像我这只手动完之后 我就换这只手 顾着它 另外一只手来 填缝 然后你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重要的事情 我会把它拿起来 因为我要等下绕了 我会先稍微拿着它 然后你可以压植物 第一条线很重要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线 先压在陆角角的 压头下方的位置 这样其实你压上去之后 你不用压太紧 因为脸会裂掉 但是裂掉也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 就稍微的紧度 不要会松松的这样就好 其实路老爵你看你这样子手不用扶它 已经不会掉了 接下来第2条 我会绑在牙头的上方 上下各一条 这样子植物就非常稳 你等一下就可以顾它的形态了 然后我们记得 你牙头位置大概 起码要3到5公分 不要阻碍它牙头的发展 其实你看这样子 基本上牙头已经很稳 路老爵也是非常稳壮的 那我们接下来绑的动作 就是让水苔 固定在这个板子上 没有一定的模式 你就是随心所欲的 这样上下上下绕 我们主要就是让水苔 固定在木板上而已 因为路脚绝通常已经 固定两三条线就够了 所以你不用说 Tommy要几条要绑几次 这是随你的开心都可以 你看我也可以这样绑 我可以这样绕360度 单纯的想把水苔绕紧而已 然后上面这边 你会觉得 砰砰的 这个脸砰砰的 你也可以压一条线 然后这个动作都是 不用太紧 轻轻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线的多寡就决定你水苔 你怕会不会掉的问题而已 然后我也不建议说脸上面藏太多血 因为美观会比较不漂亮 这样子 差不多 九成就已经好了 这样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好的了 我们这个线一样拉在这边 那接下来会把它剪断 你不要剪太短 因为我们要打结的 所以建议大概十几公分要 留这个十几公分的头 然后很简单就随便找你刚才绑的任何一条线 穿过它 做一个打结的动作 跟前面刚开始一样 打两次死结就好 绕两次比较稳妥 就打两次死结 然后拉紧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线 剪断 留两到三公分 然后接下来会说怎么会有一些 就是会这样子你就稍微减整一下就好了 多的你可以塞回去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拔出来 然后减整起来你看鹿角爵其实 5分钟就可以上好一板鹿角爵 只要判别牙头的方向 跟线怎么拔 其实鹿角爵上板一点也不难喔 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Tommy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 那以上是本集的便宜制作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老板就是你知道那个觉得想买就买的Tommy吗 我们刚刚就是那间植物店老板介绍我们来这边吃汉堡的 你知道他有一款植物 植物是因为这边汉堡太好吃了 他就以你们的店名帮那一棵植物命名吗 没有他没有跟我讲 没有听过 那这棵植物就是现在在台湾鹿角爵 在红片了 国内外都有 就是小波崎鹿角爵 非常厉害 真的假的 真的下次可以去看一下 好好我下次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